今天回到台湾要带你来换一块地的开发 当然跟建商合作是很重要 不过在新北板桥这个3000坪的土地 现在就爆出了纠纷 高龄97岁的于老先生他是屋主 他说先前要跟知名的建商 黄想建设的董娘 两个人谈好说一块投资这个地 那双方签约是讲好了三期分润 不过他说土地转移给这位董娘之后 对方却直接说 这个土地是所谓的买卖 并不是合伙 让于老先生觉得 那当初谈好的分润呢 觉得自己是不是被骗了 甚至还讲说 这对方一直拖延官司 是不是正在等我过世呢 但他说无论如何 家人都会接手继续告下去 从制高点往下看 这片位在新北板桥的土地 有庙有旧房超过2000坪 形状方正开发商机惊人 骗我的嘛 骗我的一过一过一过 过给他一过一过 70度通通过给他 高龄97岁的于先生 气得破口大骂 因为板桥两块 加起来约3000坪土地 开发产值高达500亿 怒控被他整晚端走 他是台湾知名建商 黄翔建设的董娘 廖林淑花 于老先生还挂出布条 说他违背承诺 侵害住户权益 就现在整个东西已经处理好了以后 老先生也跟人家谈谈了很多的所谓的都更案 就现在完全没有人承认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这些人就变成回头来告老先生 老先生一直想要找廖林淑花女士谈 解决这件事情也找不到他 于老先生和儿子告上法院 花了超过20年 整合近3000坪土地 当年因为资金不足 找上廖林淑花出资 双方签约由董娘方开发 三期分润 但土地转移后 董娘却不认 说签的是土地买卖合约 未提及合伙 但一审法官认定 属于类似合伙的合资契约 判董娘因办理清算 记者求证董娘与公司 回应案件交由司法处理中 于老先生和儿子 花了数十年心血整合 如今被其他地主告诈期 很无奈 只希望董娘能赶快出面解决 三连讯会员江文贤 大家好 新北市报道